大智读论上说 与主是尊 如是尊相 若有能开设神义 解散一切 再尽心尽知 不逆入 这一句很重要 这些年来 我常常提醒同修 当然也是提醒自己 对于善知识 要向对佛想 我们遇到的 Livinana Logis 怀念祖老爵死 真正是 末法西游难逢的大善知识 两位都走了 他们的著作在 甚至 还有录像 录音带 流传在世界 要把他 看作今天 那样的尊重 对这些 善知识的行义 常常纪念 一教修行 他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他是怎么成就的 我们今天修行 向他学习 像不像 如果像 好啊 如果不像 要知道改正 读这个作曲 就是听 华年书老爵死 讲经 化解我们 对极乐世界的疑虑 坚定信心 愿深记录 我们就有成就了 所以对这些人 要尽心尽知 不逆于我 有人造谣生死 回报 不能听啊 听了你就上堂了 听了 你离开 甚至是大错 就做了 大论里头 有两个比喻 很容易懂 总结 比喻里这也是如是 这些事情 古时候 比较少有 现在社会 常常遇到 如果我们 清醒这些话 这些谣言 这一生当中 更善知识地缘 就断了 一定要有智慧 要时时刻刻 求三宝加持 让我们有缘 遇到真善知识 这比什么都重要 要清净真善知识 要清净真善知识 怎么样才能遇到 真诚 恭敬 为什么 真诚恭敬性 与自信相应 善友 祝佛菩萨 大慈大悲 他会照顾你 他不会把你漏掉 如果你不是 真实的诚意 真信 与佛陀佛菩萨 你遇到的 都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心 不真 你不诚口 不恭敬 你遇不到善知识 善知识 不是不照顾你 你自己 有个障碍 把自己 跟善知识 隔开了 过时 在自己 这个字就是 不敬 不孝 我常常勉励同学们 有个孝 有个敬 会保佑你一生 真正 孝顺 父母 真正 敬似 厮杀的人 有后发神 保护他 他不会遇到这些磨难 魔障 能够远离 假善知识 常常清见 真善知识 这一生当初 念佛 必定 往生 往生 就是圆满 尘秀 不孝顺